距离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剩下不到100天 代表共和党参选的前总统川普 与极有可能获得民主党提名的副总统贺锦丽 最近都积极造势拉票 川普在佛州的竞选活动中再度口出狂言 民主党逮到机会 抨击川普的言论对民主构成威胁 另一边川普与共和党 也谋起来攻击贺锦丽 川普在造势活动上 就指控贺锦丽要提高退休年龄 扩大堕胎周期 更暗示他自己官司缠身 都是贺锦丽在拜登背后操盘 贺锦丽对于对手的攻势 则是不以为意 因为民主党在换将之后气势如虹 贺锦丽竞选团队28日表示 过去一周以来募得2亿美元 超过65亿台币捐款 贺锦丽与川普的民调更是出现黄金交叉 根据美国广播公司28日公布的最新数字 贺锦丽支持率从原本的35%上升了8% 来到43% 川普则从40%下降到36% 为了吸引更多年轻选票 川普与贺锦丽都在美国年轻人爱用的影音平台TikTok开设账号 然而美国司法部最近在法庭文件中指出 TikTok演算法可被用于秘密操控选举 以影响美国人民的观点 在接近总统大选的关键时刻 如果继续让中国政府拥有充分利用TikTok资料的能力 将会对国安造成威胁 华氏新闻如有竹专题报导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